1.3D 領品 嗨大家好,我們是3D領品,我是蘇老師 這一次的教學裡面我們要來教大家怎麼樣安裝 1.2.3D Design 然後還有一些 基本介面的視窗控制 跟一些基本的一些視窗概念的一些操作 那首先我們要先到Google去搜尋這個123DDesign的一個網址跟安裝 那我們可以直接輸入的是123D 好那123D輸入完直接按一下Enter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它有一個123D系列的一個官網 那我們可以點進去 那123DDesign它其實是123D裡面的其中一套軟體 實際上它還有蠻多軟體的 像這個是他們在做掃描的 那這個是做一些電路模擬的 那這個是在做一些紙板 做切割做組合用的 那這個有點像是3D電源圖的軟體 那這個是線上最容易的一個3D建模軟體 叫TinkCAD 那我們今天的主軸當然是我們的123DDesign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從這邊做一個連結點進去 或者你從這裡也是可以的 那123DDesign它是屬於一個線架構的一個建模方式 那你看到它這邊有很多的這個造型跟結構都是用線跟角度的關係 然後點之間的一些連成 跟左邊形跟Mesh的三角面的方式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它的特色就是可以做一些比較精準的一些造型跟一些模型 這是它一個特色跟Mesh跟Polygon的一個建模方式不太一樣 那它的建模出來的模型也比較適合被3D列印出來 比較不容易產生一些破面的狀況 所以一開始入門我會先教這套123DDesign來教大家 那它主要有分三個版本 那這邊可以看到 那這邊可以下載 那它是免費軟體 所以你不用太擔心說什麼它需要付費 或者是說要填序號的破解什麼部分 完全是不用的 它是免費開源的軟體 那第一個版本是PC版 這是大家最常看到的版本之一 再來是Mac Mac也是蠻多人用的 再來是iPad的版本 那這個版本 這邊我非常不建議大家去使用這個版本 因為它的版本之前安裝過 它是比較簡易的 所以有一些功能是沒有的 所以之後我們教了一些教學的內容 你可能沒辦法操作 所以我們這邊還是以PC跟Mac的版本安裝為主 好 那我這邊示範的是PC的安裝版本 那PC我們點一下 那PC有分就是32位元跟64位元 所以你這邊要稍微選擇一下 那我這邊當然就是選擇這個64位元版本 來做一個下載 把它點下去就可以了 點下去安裝下載這個程式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就有 我們預先先下載好了 比較快一點 點一下 它進入安裝畫面了 OK那現在目前最新的上面是2.1啦 那之前 如果你是舊版本 你可能要去做一下更新 一樣就是把它覆蓋過去 那如果已經安裝過的話 你也不用擔心 它這邊就會幫你覆蓋 然後它會給你一個提示 是不是要備份啊之類的 那我這邊是不需要 所以我直接就去做一個安裝的動作 好那在語言的部分 我們就選擇是英文 因為目前還沒有目前中文的部分 所以暫時沒有 所以我們就用英文為主 那我這邊就使用這個 安裝 那安裝的時間大概 1-2分鐘 所以我們這邊要稍微等一下 好我們安裝完成 那如果出現這個畫面 它應該是這個 第一個這個是要你去註冊一個 123D Autodesk的帳號 那這邊因為它可以離線操作 它也不一定要在一段使用 所以這邊就不做 那直接就按下這個結束 那接著我們開啟是安裝好的 這個123D Design 好那我們第一次進入這個畫面 它會有一個像這樣子的一個 介紹的視窗 那它主要是介紹這2.1的新版本 它有什麼樣的一些功能 那你可以稍微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這以後我們之後都還會去 幫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 OK稍微看看就好 好那我們直接就關閉 那為了以後不讓它再彈出來 就是一直出現這個畫面 這邊可以把它打勾 意思就是說 不要在 每次開啟的時候顯示這一個 呃 快速的這個導覽頁面 那不需要了 把人家打岔 之後就不會再出來了 好 那我們到了這123D Design之後 我們看到這個視窗介面 其實3D軟體 不管是哪一套3D軟體 我們只要一進來 我們都會先學一件事 就是視窗的控制 好因為未來你3D軟體 在做製作的過程中 你會不斷的去旋轉看每一個角度 所以你一定要學會視窗的控制 好那我們第一個要學的就是旋轉 旋轉 因為所有的3D軟體都需要旋轉 你不旋轉就看不到另外的一個角度 按下我們的右鍵 右鍵 按著 它會變成 還加點iconen這個 旋轉的符號 我們可以旋轉 它是可以做旋轉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做這個 平移 平移是 它是滾輪的是中鍵 中鍵 它可以做一個平移一個pend 一個 動作 動作 那設合在我們移動畫面的時候 是還蠻 方便快速的 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滾輪 好滾輪 滾輪就是縮放 縮放 縮放就是滾門 OK 那我們就要搭配這個旋轉啊 然後 平移 跟縮放 我們就可以控制我們的這個畫面 轉到我們 每次都要 看到的一個視窗 那接著我們來講 就是除了 這三個控制的敷安 那還有哪邊可以控制我們的這個視窗呢 我們來看到右上角 這邊有一個這個 好這個 導航方塊 導航方塊 它上面就有很多的這個 方塊是可以按的 你看看 它是已經看到它這個畫面是 是連動的 是連動的好 那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這個 這個有一個房子的icon 這一定要講一下 就是 我們常常在做這個身體 都做到就是 呃 做到不見了 好那個畫面轉到非常奇怪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我現在在哪裡了 就在空間桿上 我就是 迷路了 這時候 別擔心就是在這個 導航方塊就是房子 我們再按一下 按一下 它馬上就會把這個 整個視窗呢 回覆到正中間 並且把所有的物件呢 通通 在你面前做一個顯示 顯示出來 所以這個導航方塊是非常 重要的 所以在左上角這個房子 要千萬把它記得起來 好 那再來就是這個方塊 這方塊也常用 方塊常用 好分別是這個 它有一些這個 像是這個上市圖 那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在這邊 看這個方塊 它其實蠻多這個 小功能的 例如說這個 上市圖現在是 歪的 倒的 我可以用這個 環狀 去做調整 可以把它轉正 好 這是可以轉的 然後接著說 我上市圖看 看夠了 我想要換一邊 我想要這邊有一個深角形 我可以點 點到這個什麼 正式圖 所以這樣 所以這邊可以換成左側視圖 右側視圖 背視圖 底視圖 好 這是可以去做一個旋轉 可以幫你做一個快速旋轉 然後除了這些深角形之外 它中間 中間這裡還可以按 好 這裡 看到沒有 好 這裡都是可以按的 那按的話 就會對應 就是你從這個空間去 怎麼看下來 那這個就是有點就是像 背視圖跟 呃 右側視圖的這個 四十五度角 看到沒有 它就到這裡 如果你想看這裡 也是OK的 側邊 所以你看到這邊的方塊 完全是跟我們的這個 視窗是完全對應的 對應的 所以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的去 控制我們的視窗 不管你是要用滑鼠的手動 或是用右上角這個 呃 檢視方塊 都是可以使用的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房子 大家可以 在任何的時候 任何 錯亂的角度下 我們可以直接回復到原狀 所以這方塊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 尤其是這個 有些同學帶的是筆電 筆電沒滑鼠的時候 沒有滑鼠 沒有辦法像這樣子 這麼自由的手動控制的時候 好 右上角這個導航的這個 方塊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接下來 檢視的部分 就大概講到這邊了 那最後最後 我們要講個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這個 透視的這個概念 它這邊有一個這個 好 這都講了嘛 對 右下角這個還沒講 好 真的很重要 我們打開 你們的預設值應該都是在 它的啟動的應該是在 這個都在 這個是在 透視圖的部分 透視的部分 那 這個透視圖是模擬人看到的這個 物體 的透視 做一個模擬 這個的話沒什麼不好 就是看起來東西挺自然的 但是 它在我們在3D製圖的時候 它是一個 不是很方便的一個東西 怎麼說呢 我們3D製圖的話 一定是使用等角圖 所以使用透視圖的時候 它有一個 大小的一個錯位 透視的關係 所以它大小會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現在先建立兩個很簡單的方塊 那這個建立的這個過程 跟一些要調整的一些細節 等一下我們後面會再講 我現在講這個透視的問題 好 現在我建立了兩個兩個方塊 兩個方塊其實是一樣大的 都是2公分 OK 可是因為透視的關係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前面的方塊比較大 後面方塊稍微小了一點 就是透視 那這個我們在做模型 在做不管在對位置啦 還是在比較大小 或是在移動的時候 基本上對我們來說 都是很不方便的一件事情 而且它是傾斜的 它是有點傾斜的 所以這個就是透視 看到的模型 它就會有透視 它有空間感 所以一般我們會使用什麼呢 這個要千萬記住 我們預設值雖然是透視 可是我們在製作的過程中 我們一定會使用這個 這個等角圖的製作模式 等角圖製作模式 這是一定要記得的 點下去 好這個時候我們一樣 點到剛剛我們 預覽的正式圖 你會發現這條線 和平面 就會變成 非常整齊的 然後這兩個方塊 也變得一模一樣大 它是一模一樣大的一個 方塊 都是兩公分的 你看它這個在透視圖的時候 你看它會怎樣 一大一小 等角圖呢 一樣 所以在這樣子的等角圖上 我們才會適合做我們的 3D模型 3D模型 好 然後這邊的下達選單裡面 還有一個是這個 HOME 這個HOME其實就是跟這裡的HOME 是 完全是一模一樣的功能 所以這就不用太特別的去記 因為畢竟這邊有一個 ICOM 比較容易被我們按到 所以這邊很少會來使用這裡的HOME 所以到這邊 通常都是來去做這個 透視圖跟 等角圖的切換 那什麼時候我們用到透視圖 我們做完的時候 我整個東西做完的時候 我給 給別人看 給別人 參考 臨摹的時候 我會使用透視圖 因為看起來比較自然一點 那製作的過程中呢 我們一律的都是使用這個 等角圖來做 不會使用透視圖來做 好 那 這邊跟大家分享 就是 安裝跟 一個基本的視窗控制 就是第一個 旋轉 我們講一下旋轉 右鍵 幫大家複習一下 右鍵是旋轉 中鍵是平移 中鍵是平移 再來呢是滾輪 滾輪去鎖 然後右上角的這個 這個導航方塊 它可以去 快速的幫我們選到 一些視窗 以及最重要的這個 HOME 就是當我們迷路的時候 我們可以點這個 HOME 來去做我們的一個視窗回復的動作 接下來就是很重要的 等角圖跟透視圖的切換 這邊要請大家特別的注意 所以後面的話 我們在製作的過程中 我們都會採用 等角圖製作 等角圖製作 好 那今天這個 基本的這個安裝 跟視窗控制的介紹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那接下來我們還會有 更多的一些教學內容 也別忘記大家要 繼續的收看下去 那喜歡的話 請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會有更多的內容 提供給大家 掰掰 仔細小叫聲 多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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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 退休 那麼 更多的